大家好,我叫迪野达,来自湖南省的友好城市,日本滋鹤县,2019年来到长城,我的目的是让湖南人民更多了解滋鹤,同时让滋鹤人民更多了解湖南。 今年50岁的迪野达是日本滋鹤县琵琶湖观光促进会日本湖南代表处的所长,致力于日中两国友好交流的同时,还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美之滋鹤微信公众号,向中国网友介绍滋鹤的美食、佛教文化特产和旅游产品,用中文推荐滋鹤县物产。 中国湖南省与日本滋鹤县应洞庭湖与琵琶湖两湖交流结缘,签订友好省线关系协定,双方携手走过近40载,在各个领域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迪野达说,为了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琵琶湖观光促进会日本湖南代表处在2019年应运而生,他也因此派驻到长沙,成为该处首任所长。 出来湖南,地业大人生地不熟,为此他主动到访湖南农业文旅会等部门,沟通经贸、农业、旅游、环保等领域合作,积极参加各种中日文化交流机构的活动,由于受到湖南各级相关部门的大理支持,以及贴心周到的服务。 这位日本公务员每次在推荐会上都毫不吝啬向日资企业、协会、专家分享他在湖南的真实感受,对湖南的对外开放态度赞誉有加。 在迪业大的办公室,记者看到这里犹如滋贺展馆,陈列有燕根猫、清酒、新乐烧、佛教美术等滋贺县特产,以及滋贺地图和滋贺美食、旅游、产业、教育等领域的日文宣传资料。 还有滋贺县知识、着眼大局、着手小局的手写际语,同时也有中国画、苗族娃娃、戏剧脸谱玩偶等摆了满满一桌的中国朋友送给他的特色礼物。 迪业大表示,来中国就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切身体会到日中两国已从最初的官方精英交流和贸易往来,发展为多元化的经贸、留学、旅游、文化交流,且民间自发交流逐渐占据主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琵琶湖观光促进会日本湖南代表处,成为日本向湖南捐赠医疗物资的窗口和桥梁。 两地之间这种深厚友谊,以及在湖南工作期间收获的帮助和温暖,使他认识到新时代日中双方应创新形势,拓宽新渠道,从新开始大力推动两国人文交流走向深入,走向成熟。 一つ目の目的は、湖南省と滋賀県との融合交流、これはいろんな面での青少年交流、文化交流、スポーツ交流、そういった基本的な交流をこれからもっともっと盛り上げていくことというのが一つあります。 滋賀県の企業というのは、美学があると申し上げましたように、環境保全関係の技術を持った企業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て、 そういった企業と湖南省企業とのマッチング、投資とかですね、技術提携とかですね、人的往来というのと、 逆に湖南省、中国のですね、とからですね、日本へのですね、投資等の橋渡しを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目前湖南正通過建設洞庭湖博物馆、给中国和世界呈上天下洞庭、人文洞庭、红色洞庭、富足洞庭、生態洞庭、武章量理名片、 並計画学習借減琵琵琶湖博物馆的成功經驗、打造具有保護傳承、科研教育、文化传播、 公共服務、文旅带動、五大功能的中国南方有特色的大湖文明博物馆。 利益大说、他将不遗余力、創新日中友好交流形式、 推動洞庭湖博物馆和琵琶湖博物馆地接友好、形成常態交流機制。 同時他还在致力于推進滋賀与湖南护理人才交流项目。 一定の介護の知識を身につけた人を滋賀県の施設で受け入れて、 3年から5年ですね、滋賀県の施設で研修していただいて、 その方にさらに中国の湖南省に戻ってきていただいて、 来るべき高齢化の時代のですね、地域での介護関係のリーダーになっていただく。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